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夫人聲音沙啞 還有些虛弱 對著鏡頭跟醫護表達感謝 夫妻兩人從北部回雲林 上個月23號確診 先生無症狀但是太太重症 需插管治療 因為太太在她氧氣濃度 已經降到70幾%的時候 她可以在病房走來走去 後來經過團隊討論 還是要及早插管 才能夠管救她的生命 她要2號順利把管 透過視訊接受呼吸復健 兩人也都慢慢恢復能夠出院 誰說不怕是騙人 但是就是說 既然得了你就是 面對 雖然確診非常不好受 但是兩夫妻選擇一起用智能量抗疫成功 另外台中北屯一家 14人多達9人確診 父母接連去世 16號晚間其他家屬PO文指明要給鄰居 案8072的兒子 一家人們抱不平 認為這一次大坑疫情造成家破父母霜亡 表示非常的不諒解 鄰居的阿姨明明從萬華到家裡住了一段時間 雖然一開始篩檢陰性 但事後鄰居姐姐跟阿姨經連確診 他們不僅沒有提起過 鄰居媽媽還會到別人家聊天 那時候的台北市 並沒有通知我們 就是通知這個8072 是屬於一個確診個案的接觸者 所以他的隔離 是我們追查7527確診之後 才被台中市匡列為隔離者 所以他並沒有隱匿疫情的問題 附近鄰居透露 剛開始都不知道 案8072一家有萬華親友到家中做客 而且那一家的媽媽 三不五時就會跟街方鄰居串門子 外界甚至還一度誤會了北屯家族 不過真的沒有人想染疫 鄰居和議員也希望多些體諒 少點埋怨 但疫情期間到處串門子 確實是不良事犯 也讓大家多些警惕 一同來防堵疫情 TVBS新聞蔡總理在 武漢理財影台中原理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